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幸运数字 我们还是先去抽一个数字吧 看看会抽到几 4进入征招模式 OK 我们就选4321好了 还是C罗吧 前锋 本泽马 贝尔吧 感觉要组成戏甲了 哇 比尼斯塔了吧 克罗斯 摩得力气 比尼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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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一选吧 就他吧 感觉好的都在手法里了 迪马利亚来了 我现在就 比尼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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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高的吧 哥丁 可能小马蒂都会更好一点 哼 毕竟我画也反呀 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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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金内斯吧 看看TV有没有合适 还是没有合适的变化位 还是没有合适的中后位 还是没有合适的 先他吧 鲁莎你酷啊 就路易斯好了 就是被运往西甲的门键啊 没吸一眼啊 嗯 嗯 右边后位 没有合适的 右边后位真的是太糟糕了 没有合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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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有用的门 最后185 还反应98 前中前场还不错 后场还是挺苦的 祝我们好运吧 多提紧门没准还能拿有一些好的卡 对手一套 对手一套4312 前C罗加梅西 不过华反应不太高 不过门剑还有诺伊尔 43C罗 空下 抽射 1比0 尼斯塔射门 嗯 嗯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不知道在搞什么 不 密切也不错 他把球扔来之后 弹给伊尼斯塔 所以我反而弹进去了 真的是 在自作孽 你干嘛 三个点 尼斯塔 四个点 尼斯塔 搓射 5比0 好 全场比赛结束了 我们最后就是8月0取得这一轮的比赛胜利 我们快去第二轮看看第二轮会不会继续取得胜利吧 戈丁上来之后呢 花园反应相对来说降了一些 但我感觉可能会 所以 防守会更好一点点 对手 对手一个532 一个防守反击的阵型 前面有承卡的一步 中后场其实倒还好 除了一步之外 没有没有特别特别好的队员 而且他这个阵型几乎浪费了好多的边风 尼斯塔 尼斯塔 1比0 不知道一步怎么晃过去 全场比赛结束 最后2比0 取得胜利 这个哥们儿 532 没错 完全 完全的一个防守反击 即便我们第八分钟很早取得领先 他也一直在贯彻防守反击的思路 直到我们进了第二个球 比赛就结束 这个对手倒不是非常的强 但是有兰卡切赫 一套英超的阵容 本子瓦贝尔撞开 真是一对好朋友啊 然后让人家打个反击 这跑的什么位 0比1被打了一个反击 干嘛 行 这比赛输 呵 这种球不见一般都预示了什么 什么 沙奇迪顶到这个头球啊 0比3 这你倒进了 我还是弹在本则马身上进 这都是什么球 好了 我们这次正招模式就截止到第三轮了 钻势均力敌 其实上半场我什么次数比差还多 只不过下半场太阳进球之后 然后本则马打次力度之后 整个天平就倾斜了 正招模式贴上哪 算哪 我们看看能不能开到一些合适的队员 帮助我们继续升级 价比非常好 来自马晶一名中场 可以帮助我们给一些化学反应 他留下 阿姆斯也留下了 Johnson也来自德甲 他来自一甲 留着吧 万一有化学反应的需求 再看看这个25,000是怎么样 瓦罗约 我还以为是哪个 来自西班牙大牌 球星呢 他可以留着 他可以暂时留着 其他的就算了 好了 我们接下来去优酷上抽一名观众吧 优酷上呢 截止我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一共有108条评论 51 51 3 夜赌寒桥 算你狠 他让我卖到队伍中数值最高的队员 我们阵容中数值最高的就是盖坛了吧 参加了七场比赛 也只进了两个球 反正跟我们的化学反应也不是非常搭 卖了就卖了吧 拜拜盖坛 好了 接下来我们以这套阵容进入我们这期的第二场比赛 我把加比换上来了 右边的话也反应稍微好的一些些 而且加比应该也是攻守比较全面 应该会不错吧 来看我们这个对手一套英超阵容 还不错吧 几个队员性价比比较高 用钱应该还不错 错射票1-0 这次换左脚 大司底虽然速度降低 但控球依然非常的好 射门也不错 可能是我目前为止 阵容中我可能用的最熟悉的一个 嘴巴是踢篇 不知道球怎么的 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射门 还做了fancy show 算你狠 踢在立柱上 对手退出的比赛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YouTube抽一名观众吧 YouTube一共有57条评论 然后我们随机抽取一个吧 来了 5B 他写的非常详细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了 叫做壮汉吃饼 购入阿金分娃吧 我印象中他应该这么叫吧 他应该是UT里 虽然踢球踢的一般 但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壮 fever15还是fever14的时候 我做过最强壮的阵容就有了 他真的是非常壮 如果你看过他照片的话 你会以为他是练健身呢 然后各个他T场比赛 无论比赛胜负 他每进一球 可开一个金卡的卡包 若比赛获胜 可以购买对方阵容中任意的防守队员 或对方阵容中身体最强的队员 若比赛平局也开一个金卡的卡包 若比赛失利的话 售出本场阵容中 我们阵容中身体值最低的队员 然后他还给我一个贴心小贴士 让我可以去试一下他手感 我知道他的手感 他的情况就是你不把球费给他 估计他进不去 OK 我们把它买来 来踢一场比赛吧 他是一张铜卡 价格7900 就知道他在UT界是多有名了吧 一张破铜卡卖7900 速度49射门60身体81 其实他现在的这个身体呢 包含了许多其他的数值 像弹跳啊投球啊等等 跟身体有关的 如果只看强壮度的话 他应该在98或者99 不过他walk rate 跟巴尔特里好像都是lowlow 估计这种身体也跑不动 有体重吗 没有体重 好了 我们把它架到阵容中 我们就用这套阵容开始提比赛吧 看看能不能取胜 来看看对手这套阵容 又是一套英超高系大比阵容 还不错吧 不过 我有些怀念斯通斯 拉一上来 来 断了个球 射门 哇 漂亮 1-0 卫柄成功 他第一脚射门 看出他有多壮的观众们 非常棒 射门 虽然射门只有60 但是未成这样 也该进了 还是被门匠铺到 搓射 哇 被门匠铺到 坐饼 漂亮 2-0 扫着坐饼啊 胃饼 不过他射门力量真的很大 还是给阿基芬啊 还是大力量 哇 精度太差了 这脚太平了 阿基芬好像把对方一个后卫撞倒了 搓进脚 漂亮 3-0 冒的气法呀 速度还是对方后卫速度太慢了 人们感觉比我 感觉比落跑的还要好呢 请不要强退 让我再进两个球 我想把你整条防线都买了 对手退出了比赛 根据刚才那名观众的 啊 取胜的要求呢 第一我取胜了 我每天一个球 可以开一个金卡卡包 所以我可以开三个金卡的卡包 另外呢 我可以购买盾方阵容中 任意的防守队员 我可能还是想买一个 买他一个后卫吧 嗯 四重四就别买回来了 买沃克应该会不错 所以我决定买入沃克 我们接下来去开三个卡包吧 第一个 这是谁呀 来自德甲一名后腰 嗯 我貌似也可以差不多可以组织德甲的阵容了吧 来自西班牙的一名边后卫 他是效率于哪啊 法甲一名左边后卫 都先留着吧 来看看第二卡包 哎 又是来自西甲的后卫 不过数值好差 还有一名来自德甲的右边峰 速度倒是挺快 只有两颗性的SQMUS 哎 这两个都放到阵容中吧 其他的就算了 来看看第三个 前锋邓不熄吗 果然 这华雅反正怎么搭呀 虽然他其实还不错吧 四个星的SQMUS 四个星的落视角 空球82射门80 但真的没有用啊 这名中场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也没有用 好烂的一张卡呀 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暂时也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继续在视频下面 多多的留言 帮助我们完成下一期的幸运数字 另外这期最后一场比赛阿建芬娃 提的还是很happy的 好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